欢迎收看不土不快不好不爽的土豪影院 上期我们跟观众承诺过 要吐槽你们爱看的东京什么的 但是喜欢我的观众是了解我的 如此一身正气的我 电脑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好吧本期我们带大家看一个题目 和这个类型基本有些相似的电影 地球防卫 魏王人 故事讲述了在未来某年 一颗巨大陨石坠入地球 结果掉在了中日争议领土 就是那个岛上 结果发现这颗陨石正是三年前 袭击过日本的怪兽百慕拉斯 这是女主主动情依要求干掉怪兽 但我国表示这地方是我国固有领土 你们日本人不把怪物弄走 休怪我朝不客气 这怪兽也是通灵性 知道我朝不好惹 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飞向了日本本土 怪兽拴着翅膀走向了某核电站 核电站员工们受惊了 这两位大哥你们可以表演的再夸张一点 为了不让怪兽破坏核电站 女主开着飞机开始打怪兽 眼看飞机在眼前飞来飞去 怪兽却像个傻屁似的对飞机无可奈何 等等 刚才怪兽不是飞过来的吗 为什么就不能飞着打飞机呢 眼看女主越战越勇 即将拿下怪兽 突然话锋一转 女主开飞机打怪兽打出了高招 大姐你这是开飞机打怪兽 还是开怪兽打飞机呢 发售怪兽失去控制 破坏了核电站 地球防卫部的官员 Facetime询问核电站管理人员受损部位 结果核电站的官员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单位 所属部门 职位 公灵 乱七八糟 一堆废话 一位大叔说 这是存放核废料的仓库 然后刚才那几位演技浮夸的工作人员 发现怪兽在吃核废料 看到这里 我终于明白了 怪兽为什么不飞起来和飞机对打 因为它明显智力有问题 吃个东西都找不到嘴 直接送到鼻子上 这是阴落智 这还看不出来吗 女主因打飞机失事 醒来第一句话就是 怪兽们 我要继续打 我看你是想继续爽吧 同事说这么好的宫修机会 你不好好休息 干嘛对怪兽这么执着 女主道出实情 原来自己原本是一名能歌善舞的忌 呃 忆忌 她的第一位客人 就因为她的舞蹈深深爱上了她 并表示 看到你的舞蹈好像有神存在 实际上没有人能不被这种舞蹈感动的 呃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舞蹈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的岸上走 恩恩爱爱 前生帮悠悠 我只能说 男人在泡妞时 什么无始的话都说得出口 然后两人深情相拥 镜头一转 你们一定以为他们要进入XX的状态 很抱歉 让你们失望 我们土豪介绍的电影都是和我们一样有正能量的 女主脱光都躺在床上了 男主却西装笔挺的坐在床边说 我们结婚前还是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然后为了XX 二人开始筹划婚礼 眼看金江大婚 结果怪兽入侵地球 一脚把未婚夫给踩成了照片 女主伤心欲绝 巨物们也适时撒下了一堆纸片 烘托哀伤的气氛 因为对怪兽的恨 女主脱掉丧服 直接加入地球防卫军 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高度关注怪兽的近况 科学家介绍怪兽来自遥远的麦哲伦信息 主要食物就是合肺料 首相一听大气说 よし 我们把怪兽养起来 这样以后其他大国处理合肺料都要找我们 为了防止节外生殖 日本首相决定立即向世界宣布对怪兽的所有权 这是美国总统奥兹马先生发起Facetime 告诉日本首相 怪兽是我们大美力坚的Do you understand? 日本首相立刻认怂 又过了一段时间 科学家致电首相 说怪兽短短七天已经胀了1.5倍了 而且只吃不拉 他只是个怪兽又不是皮羞 这样下去很可能会爆炸污染环境的呀 日本首相得知此事 立即向奥兹马先生汇报 这是帝国主义显示出了他们的本性 奥兹马先生根本不在乎 日本只是丹丸之地又被嗨抱着 污染就污染了 管我屌屎 这下只能靠自己了 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套很傻逼的方案 用飞机带着高浓缩和废料 引诱怪兽自己的X飞出太阳系 飞机怎么能飞出太阳系 更何况你的飞机还掉个绳呢 女主再次主动请因 怪兽破坏了囚禁自己不做的房子 跟着女主一飞冲天 这么傻逼的计划自然是失败了 眼看女主要击毁人亡 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出现了一个叫电A的超级英雄 接住了女主的飞机 电A是什么鬼 从哪来的 我和大家一样都不知道 难道要一秒钟 变奥特曼打小怪兽的节奏吗 结果这个看似很屌的电A 被怪兽一招击倒 这时部长在厕所接了一个神秘电话 告诉部长原来女主是神仙转世 她的舞蹈可以迷惑世间所有男子 于是部长告诉女主 你迅速开始跳舞 女主服从命令听指挥 开始了舞蹈 怪兽的表情好像在说 这他妈什么破玩意儿 然后女主居然脱了衣服继续跳舞 这下怪兽看爽了 你手干什么呢 怪兽被这迷人的舞蹈彻底击溃 手捂着灯躺在了地上 随后两架飞机将怪兽送入了太空 伴随着没有什么卵用的电A远去的背影 电影结束了 这电影叫地球防卫卫亡人这么劲爆的名字 整部影片居然一个裸露镜头都没有 差评 最近我们不幸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叫短裤哥的男子 盗用了我们的视频 本身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转载我们的作品的 可是这位短裤哥呢 居然剪掉了我们精心设计 赖以生存的片头片尾 还冠以自己的名号 更用马赛克遮住了我们的logo 关键是他单期节目就达到了180万的浏览量 XX我们自己都没这么高 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 我们只好愤怒的送他一首歌曲 一二三四 从前有一个王八蛋 他叫短裤哥 他偷了我的视频 还打了马赛克 想要转转可以跟我说 何必偷偷摸摸 但我不是藏金红马赛克 并不适合我 我虽然是个图号 也不差你的而言 可你这短裤哥 还真他妈不要脸 哇哇哇哇 端裤哥 你不用再偷了 哇哇哇哇 端裤哥 你也不用再打马赛克 我去投诉你 他们不理我 我去投诉你 他们不理我 我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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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这首歌 如果你能在屏幕上 找到关注我们的方式 欢迎关注我们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